巴萨公布财务报告显示 俱乐部仍有1.421欧元分期转会费未支付 在冬季转会创 巴萨豪至5500万欧元从曼城引进费兰比托雷斯 事实上巴萨只支付了300万欧元 剩余的5200万欧元将在本赛季和下个赛季付清 而打包签下德荣和德斯特 巴萨现在仍拖欠阿贾克斯4200万欧元 其中德荣还有3200万欧元转会费没付清 而德斯特的分期转会费还剩下1000万欧元 最糟的是 两年前跟尤文进行互换交易 尤文已经支付了阿图尔的7200万欧元转会费 而巴萨仍拖欠尤文关于皮亚尼奇的3600万欧元转会费 本月初 皮亚尼奇已经跟巴萨解约 以自由身加盟阿联酋球队杀家 对于巴萨来说 有一种凄凉叫做和女朋友分手后 给他买的手机还在分期付款中 除此之外 巴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付完库地尼奥的转会费 四年半前 巴萨跪求利物浦放人 为库地尼奥开出1.6亿欧元的天价合同 结果呢 巴萨现在仍然还有1400万欧元没有支付给利物浦 而巴萨以2000万欧元把库地尼奥卖给维拉也是分期的 巴萨也还有1000万欧元没收回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